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担任市长任内的金华城案被指控涉嫌土利 对此北检在12号上午以被告身份是传唤了前副市长彭震生道案说明 他一早就抵押北检约在中午12点多结束征讯 戴着帽子在罚警的护送之下是慢慢走出北检 面对各种询问他一句话都没有回应 来看一下当时情况 根据了解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遭指控将金华城的容积率从百分之五百六十提升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背后牵涉了上百亿元的利益 遭外界质疑是开后门涉嫌土利财团 而时任柯文哲副手的彭震生也被指示本案的关键人物 北检在上午以被告的身份将他约谈道案 而在征讯过后也会进一步厘清还有多少人事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